今年58岁的张大叔是一位快递员 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由于工作的原因 平时都是在外面吃快餐 而且经常饮食不定时 就在半年前 张大叔检查出现胃痛、腹胀、矮气、反酸等不是症状 而且症状越来越明显 有次吃完晚饭之后 胃痛特别厉害 痛到蜷缩起来 头上还出现了冷汗 家人健壮 赶紧将张大叔送去医院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最后被诊断患有胃溃疡以及萎缩性胃炎 同时还被查出患有幽门罗杆菌感染 医生告诉张大叔 幽门罗杆菌是胃溃疡 以及萎缩性胃炎的罪魁祸首 如果不及时治疗 甚至有可能会诱发胃癌的发生 建议立刻进行幽门罗杆菌的根除治疗 但是张大叔一听说要服用那么多药 心疼前 只叫医生简单地开了一些胃药 因为张大叔听说 大蒜能杀菌 而且还能抗肿瘤 家里有那么多大蒜 吃大蒜治病就好了 何必花那么多冤枉钱呢 于是从医院回来之后 张大叔每次吃饭时 都要吃上好几颗生大蒜 虽然吃了之后感觉胃力火辣辣的 但是张大叔感觉良好 认为这正是大蒜在发挥杀菌的效果 就这样张大叔坚持吃了将近三个月 一天晚饭后刚吃完生大蒜没多久 就突然出现了剧烈的胃痛 去医院检查后发现胃病更加严重了 胃部组织已经有癌变倾向 张大叔觉得非常纳闷 不是说大蒜可以杀菌抗肿瘤吗 怎么吃了那么久的大蒜不但没有效果 还使胃病加重了呢 相信不少人也听说过生吃大蒜不仅杀菌 而且还能抗肿瘤的说法 那么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大蒜怎么吃最好呢 下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蒜的相关知识 一、一颗小小的大蒜里面到底含有啥 有啥功效 让人如此喜爱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 餐桌上总少不了大蒜的身影 有些人甚至在吃面时都会吃上几半生大蒜 一颗小小的大蒜 为何如此深受人们的喜爱呢 首先从营养角度来讲 大蒜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里面含有许多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 按照每100克大蒜来计算的话 里面含有4.5克蛋白质 27.6克的碳水化合物 0.2克的脂肪 1.1克的膳食纤维 以及维生素A、C、E等多种维生素 钾、钙、铁、磷、锡等多种微量元素 同时还含有多种人体必需氨基酸 大蒜除了含有以上这些营养成分之外 现代研究还发现 大蒜含有大蒜多糖、挥发油、蒜素 大蒜蜡素 以及分酸、黄酮、黄酮醇等多分类化合物 和多种细饼基、饼基和甲基组成的流米化合物 这些有效成分 使大蒜具有一定的杀菌抗炎、抗病毒、抗氧化 提高免疫力、促进代谢等作用 其次 从大蒜的医药功效来说 大蒜还可以用来防治疾病 《全国中草药汇编》里面记载 大蒜心、温、功能主治健胃、止力、止咳、杀菌、驱虫 《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 无蒜、齐气熏炼、能通五脏、达猪壳、去寒失、辟邪恶、消臃肿 化蒸肌肉食、此其功也 因此 大蒜不仅可以用来预防流行性感冒 对饮食机制造成的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以及晚复冷痛 水肿胀满 细菌性利己 阿米巴利己 伤寒 百日咳 脑虫病 沟虫病等也具有一定的疗效 所以 不论是从大蒜的营养价值 还是从大蒜的医药价值来看 多吃大蒜对身体有许多好处 二 经常吃大蒜 真的可以起到杀菌 抗肿瘤的效果吗 许多人听说 大蒜具有杀菌 抗肿瘤作用 于是就希望通过长期大量进食大蒜 来杀灭体内的幽门罗杆菌 或者用来预防癌症 那么 这真的可以吗 根据药理研究发现 大蒜的确具有较强的异菌杀菌作用 对日常生活中各种常见的致病菌 如化浓性囚菌 结合杆菌 大肠杆菌 利剂杆菌 伤寒杆菌 负伤寒杆菌 霍乱胡菌 脑膜炎双球菌 流感病毒等 均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而且对多种致病性皮肤真菌 霉菌等也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或杀灭作用 这是因为研究发现 大蒜中大蒜素 以及硫化物等具有的抑菌杀菌作用 在一定的浓度以及时间内可以有效抑制细菌生长并杀灭细菌 同样对于幽门罗杆菌一样有效 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大蒜并不等于大蒜素 大蒜中含有的大蒜素以及硫化物是非常少的 这就需要进食大量的大蒜才能达到异菌杀菌的效果 而且大蒜素也不能秒杀致病菌 这还需要经过长期的作用才能达到效果 因此 只是单纯的进食大蒜 是不能将胃中的幽门罗杆菌给杀灭的 另外 大蒜还有显著的抗癌作用 这主要与大蒜中含有的大蒜素 微量元素C以及硫化物等有关 有研究发现 大蒜可通过阻止亚硝案的合成 从而起到抗癌防癌作用 这对预防食道癌 胃癌 大肠癌 肺癌 乳腺癌等具有一定的作用 还有学者用大蒜水溶液注入小鼠腹腔 发现其对小鼠碍事腹水癌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同时 我国科研人员通过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 成年人经常使用生蒜头 肺癌的患病风险可降低44%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 大蒜确实存在一定的抗癌作用 但是单纯依靠吃大蒜来抗癌 无疑是不科学的 也不靠谱的 毕竟大蒜中的这些有效成分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 目前并无任何直接证据表明 大蒜与癌症的防治有明确关系 总的来说 虽然大蒜中的大蒜素具有一定的杀菌 抗肿瘤作用 但是想单纯依靠吃大蒜来杀灭幽门罗杆菌 以及治疗胃病 预防胃癌等 显然是不科学的 经常吃大蒜对我们的身体也是很有好处的 一 大蒜有哪些功效 一 抗癌 说起大蒜 大家听得最多的可能就是抗癌了 其实 大蒜能够起到预防消化道肿瘤的作用 比如 常见的胃癌 食管癌等 此外 大蒜中富含的硫化物和吸化物 对预防肿瘤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 杀菌消炎 大蒜具有很强的杀菌消炎的能力 有着植物性天然广浦抗生素的称号 三 预防心血管疾病 大蒜具有抗血小板凝聚 动脉硬化的作用 同时可以使血管扩张 辅助降血压 四 辅助降血糖 大蒜能够提高普通人的葡萄糖耐量的作用 促进胰岛素的分泌和增加身体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率 从而使血糖下降 很多人的家里都会被一些大蒜 方便食用 若是储存的环境不当 大蒜容易发芽 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 如果有农家小院 保存蔬菜和大蒜有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行了 如果在住宅楼里面 买回去的蔬菜没几天就发霉了 如果下个月来了暖气更加严重 蔬菜水分蒸发的更加厉害 大蒜也还有同样的道理 存放的久了便开始出现干捏烟烟 有的大蒜开始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慢慢的便开始发芽了 志恒也是听了隔壁阿姨的小妙招才知道 大蒜的保存是有技巧的 毕竟阿姨在超市干了五六年了 而且管的就是蔬菜和干货区域 别说一两斤的大蒜了 摊铺上和库房里 就算放了一百斤的大蒜 照样被阿姨制服的一个发芽的也没有 阿姨的小妙招 我回家照着办法试了试 还真挺厉害的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 毕竟大蒜发了芽 无论是做菜还是生吃 口感都不是很干脆 没有原汁原味的好 二 大蒜保存的三个技巧 大蒜保存有技巧 牢记这三点 放一年不干瘪不长芽 简单又实用 一 小苏打加生姜 购买回家的大蒜 简单的处理一下 挑选出受伤和空心的大蒜 把大蒜处理干净 然后倒入保鲜袋 找一个比较结实的纸巾 倒上少许的小苏打 然后用皮筋捆扎包装起来 放入保鲜袋里面 老生姜切成片 不需要太多 两三片就行 加入保鲜袋 小苏打在大蒜里面 能吸附袋子里的水分 这样能让模拟大蒜干燥的环境 大蒜才不容易受潮发芽 大蒜因为有着外皮限制着 刺激性的气味不大 所以加入生姜片可以防止小虫子轻视 啃咬 2.茶叶防潮 茶文化博大精深 很多的男性朋友很喜欢喝茶 但是 茶叶除了喝以外 还可以用来防潮 茶叶因为特殊的烘干方法 所以也有很强吸附性 茶叶能够有效吸收空气中的潮气 找一个干净的纸巾或者纱布 里面装上茶叶 然后捆杂包装起来 放入大蒜里面 同样大蒜也是放进保鲜袋 最后挤出袋子里面的空气 这样大蒜就不会发芽了 3.香烟 香烟中有很多的尼古丁 香烟本身的气味 会让很多虫子避而远之 喜欢养花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小原理 夏天小黑虫比较多的时候 往一次性杯子里面装点水和烟丝 这样就没有虫子了 但是 大蒜是不能溅水的 遇见水只能让大蒜发芽的更快 所以 找一个纱布或者纸巾 把烟丝倒进去 捆扎好放入大蒜的袋子里面 这样的方法保存的大蒜 不干烟不长芽 上面三个小技巧 关键的原理就是密封保存 让大蒜不和空气接触 同时大蒜袋子里面装着天然的干燥剂 可以有效吸收偷偷跑进来的水分 这样大蒜就可以保存很久了 甚至放一年也放不坏 发芽的大蒜 好多人觉得不能食用了 因为很多人认为 发芽的土豆含有有毒物质 龙葵素 是不能吃的 那发绿芽的大蒜头 当然也不能吃了 真实答案是否定的 发芽的大蒜完全可以吃 但是发芽的大蒜因为已经冒绿芽 原本仅是多汁的蒜头 会变得干扁松软 生吃软绵绵的 口感极差 用来炒菜也失去了 新鲜蒜头的那种辛辣味 总之一句话 食之不佳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 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中文章